最近的行情一辉老师是看这个区间震荡的 大概看到3000点到3050点 那您说那您觉得3050是一个压力位吗 对我在前期也强调过 3050点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压力 你看咱们这两天几次突破3050对吧 昨天突破3050前天也是突破3050 包括今天也是突破3050 我们发现突破完之后摸一下3060点附近 立马就下去了 是不是这就说明什么市场在这个位置 它的什么呢重心不稳 还记得我们在前期强调过 我认为这一波现在是一个鱼尾行情 鱼尾行情往往是带刺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发现很难赚到钱 前天是什么多数个股是以下跌为主 对吧 那昨天其实指数还可以 对吧 最起码来讲多数个股是以反弹为主 你看今天来讲的话急转直下 所以说资金在这个位置到底是资金腾挪 还是说等待新一轮行情的上涨 还是说目前在这个位置说正在酝酿所谓的 不管是几波的上升 还是说几波的下跌 最起码我认为目前的市场的资金呢 要么就在等数据 比如说CPI的数据 或者说是一些经济很明确的企稳的数据 要么就等待是什么 市场在这个位置能不能出现一个新的政策 比如说在这个去年的三月份的时候 建立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 中特估继续形成一个连续的一个拉长 所以说我们在目前吧 我认为我们要看一下科技加上央企 能不能带领市场形成一个上行 那今天我看到像这个电讯运营类的 相对的还是表现比较弱的 要等待 因为今天来讲的话 其实市场的轮换啊 板块轮动又开始加速了 不像前两天很明确 科技类的 AI类的 人工智能类的 它整个上中下游产业链 它就是走出一条的轮掌 而现在来讲的话 它不是板块内部的轮掌 就是这个意思吧